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动漫电影《里约大冒险2》 布鲁是一只面临灭绝的蓝色金刚鹦鹉 它在里约认识了另一个同类母鹦鹉猪儿 两只鸟结婚后,生下了三只小鹦鹉 三个孩子调皮捣蛋,时不时把布鲁整得狼狈不堪 但一家五口也算其乐融融 与此同时,布鲁的养育者Linda夫妇俩 意外在亚马逊发现了其他蓝色金刚鹦鹉的踪迹 这个新闻很快就被登上了新闻 布鲁一家看到新闻后,决定飞去亚马逊寻找同类 他们带上GPS,还有几个好友开始踏上旅程 他们的亚马逊被坏鸟P自奈吉尔撞见 奈吉尔因为布鲁而丧失了飞行的能力 流落到街头卖艺为生 迈吉尔一看到布鲁就燃起了复仇之心 他带着手下的小喽啰一起跟踪布鲁一家 半夜趁他们都睡着了,上船准备偷袭 就因为猪队友偷吃被塞进酒瓶而暴露了 第一次偷袭以失败告终 布鲁一家躲过一劫顺利到达亚马逊森林 还成功找到了同类蓝鸟鹦鹉群 没想到的是他们的统领还是猪儿的爸爸 这下七人大相见,猪儿还给爸爸带回了女婿和几个外孙 一家子陷入了天伦之乐 猪儿还和他的青梅竹马阿帅重逢 虽然阿帅输个装逼的沙马特发型 但处处都招人喜欢 和阿帅比起来,布鲁简直就是一个矮挫穷 胆小,爱睡懒觉,还依赖电子产品 而首领也看不惯布鲁一副现代人做派 为了让布鲁成为心目中的称职女婿 首领开始对布鲁进行训练 当他知道布鲁是人类养的鸟以后 开始对他不屑 在他眼里,布鲁只是只宠物 永远也学不会丛林的生活规则 除了布鲁,朋友们也开始对野外生活产生不满 像还选一个歌手 结果歌手还没唱完,就被吃到了 很快坏鸟奈杰尔就根据布鲁一家的踪迹 找到了蓝鹦鹉的聚集地 假扮成参赛选手,参加了歌舞大赛 成功的混进了布鲁的狂欢节表演 这边,布鲁听取了朋友的意见 为了哄猪而开心 决定去找他最爱吃的巴西利 结果不仅被一群猴子半路抢包 还跑到了一群红鹦鹉的领地 红鹦鹉放话要挑战蓝鹦鹉 谁赢了,谁就获得整片巴西利树林的使用权 红蓝之战一触即发 以七颗球为标准 谁先进四颗球,谁就获胜 收领为了给布鲁机会派他上场 却因为这样输掉了比赛 整个蓝鹦鹉部落失去了居所 收领对他失望至极 助而也让他为孩子们想一想 孩子们比起城市更喜欢野外生活 失落的布鲁决定去找琳达夫妇 无意间救下被黑心砍伐商绑起来的琳达夫妻 而此时砍伐者的机器正在靠近他们 布鲁为了保护这片森林召集了蓝鹦鹉群 一只蓝色的军队出现在森林边缘 拼尽全力要保护这片家园 在布鲁的指挥下 他们冲进了砍伐宫 而森林里的其他动物也一一出来战斗 就连不久前和他们比赛的红鹦鹉也成为了队友 人类终于被他们赶跑 就在大家为胜利欢呼时 森林响起了爆炸声 黑心砍伐商的老大不甘心 竟然用炸药炸走了大树 布鲁为了阻止炸药继续爆炸 赶去叼走了炸药 谁知 奈吉尔为了报复布鲁 竟想和布鲁同归于尽 最后 炸药在天空中爆炸 好在布鲁和奈吉尔并没有大碍 结局是 奈吉尔被琳达捉住带走 而布鲁一家彻底留在了森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有家人陪伴 世界到处都是家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